在迷你世界中共有几个世界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在迷你世界中只有一个迷你世界 错 其实在迷你世界中共有四个世界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最常见的生物就是熊猫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熊猫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迷你世界的主星球就是弥拉星 当我们站在高空看弥拉星 就会发现这里的树木非常的多 环境非常宜人 当我们在弥拉星继续向高空攀升 你们突然之间向下看 就会发现这颗星球很诡异 它居然是方形的 在评论区中呼出6821 你将会知道 为什么弥拉星它是方形的星球 而想要到达第二个世界 很难 我们需要找到传送门 进入传送门以后 我们就会到达第二个世界 地下世界 这里到处都是岩浆 第三个世界和第二个世界是相连的 此时我们继续进入传送门 就会来到第三个世界 地表世界 地表世界非常的广阔 全都是草原 而第四个世界很诡异 它只有一个人 名字叫做凯莉 凯莉是这个星球的主宰 而这个星球的名字 就叫做凹凸世界 是第四个世界 所以说在迷你世界中 共有四个世界 你们知道了吗 那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有点 帮助心